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的当然就是感情运了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啊2023本来期待可能会有个真命天子 或真命天女出现 结果没有 但是2024我们不要放弃啊 2024哪些朋友的感情运 这算桃花运了嘛对不对 对感情桃花 好桃花 前三名的是哪些星座咧 我们先来揭晓第三名 第三名是天秤座 然后天秤座呢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也是蛮多人羡慕的 就是他有异国恋曲的机会 然后他如果出国的话 不管是出国工作 或者是出国旅游 他就是都容易遇到一些比较浪漫的邂逅 然后所以天秤座的话他是挺不错 他就是这种 你要往越远的地方跑 越有机会遇到就是所谓的 对 那第二名呢大家很期待 第二名的话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红蓝心动的那一组 就是可以走到结婚欸 有机会结婚的 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这个意思 有机会结婚的 对然后他可能 结婚或吻交 两种都有可能 也不管男女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那么想找结婚 请做好就是安全措施 有可能会逼着结婚 对他可能奉旨成婚 然后那社友座如果已婚的话 他有出轨的机会 哇所以也是要看一下 所以社友座也是要考验 社友座的定力啦 那双子座的部分的话 他也是我们红蓝心动组的 但是他就没有像射手那么复杂 双子单纯一点 双子的部分的话 他就是可以预见密宗注定 然后可以结婚的那个对象 所以是挺不错的 很棒 好 那第一名呢忘到报 第一名的话是水瓶座 哇 那水瓶座的话 我觉得他算有点爆冷门啦 因为其实通常水瓶座 不管男生女生 他们都比较 大家传说中的外星人 然后在爱情的世界里面 他们比较走 就是个性派 我觉得水瓶座的人好像 就是那种感情 对于水瓶来说 好像是有点可有可无耶 对 我很少看到水瓶恋爱脑耶 明年大家很流行这种 真我风采系列的个性派 然后所以他们就 非常的受到大家的瞩目 人见人爱 人见人爱车见车载 然后同时他就是可能也有延伸到他在事业上 然后就可能客户也很喜欢他这样子 所以第一名水瓶座是挺不错的 哦那但是有另外三个星座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应该算是四个星座 因为有并列第一的 有并列第一的 就是行星逆行的时候 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曲折 那刚好呢 他所有星座都是顺着走 只有在处女座的地方逆行了大概三个月吧 哦还其实挺久了耶 嗯 一季的时间耶 对然后所以就是等于说处女座大概差不多第一季到第二季 他可能在如果他有婚姻的就是婚事在谈的话 他会比较好事多磨一点 那第二名的要注意的桃花星座是 嗯狮子座 然后狮子座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他交友圈在2024年扩得很大 嗯 所以他很容易 他可能去一些新的同 新的就是领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然后所以会让他比较多诱惑 然后那这个是第一个困难点 第二个困难点就是 刚刚觉得就是处女座被改造吧 然后狮子座呢 他是直接就是被控制 就是对狮子座来讲 他其实通常是他管别人嘛 哦对对对 所以他被管的时候 他会觉得格外痛苦这样子 就是对于狮子座来说 那么对于第一名的这两个星座来说 可能也要加油耶 嗯第一名的话是巨蝎跟天蝎 巨蝎跟天蝎 巨蝎座 然后巨蝎座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比较简单 因为巨蝎座的话 就是他的缘分还没来 嗯 然后所以巨蝎座如果说 他是单身的巨蝎的话 那他可能在明年就是 也许还是会有桃花 但是那个桃花就是 你把他当成路人跟过客就好了 哈 因为过客 对就是因为巨蝎座 他的运势呢 就是他的真正的爱情的缘分 如果他是单身的话 如果他是单身的巨蝎座的话 他的爱情缘分 他会是在25年 这个是第一名的巨蝎 那天蝎呢 他跟巨蝎并列第一原因是什么 哦因为天蝎他就比较 就是他少的是那个真正的桃花 哦 就是因为巨蝎座是 可能都是误会啦 来了一些路人跟过客 然后天蝎座的部分的话 他就是 他是真的就是 桃花有点 枯萎了 就是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努力的去 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 或是你就努力突破 你的舒适权 那还是可以 不要那么差 有一个新的对象出现